主料,鸡群翅200克,清杭胶50克,红尖椒50克,杠红椒10克,酸拌两粒,葱10克,鸡酒150毫升,辅量,蚝油,酱油,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鸡群翅切小块,用一大勺蚝油和酱油腌制10分钟,准备一碗啤酒,葱切断,干辣椒切断,将鞋片, 蒜切片,一个青椒和一个红椒切小段,两个青椒和红椒斜切成丝,锅里放油,将鸡肉大火煸炒2分钟,倒入干辣椒,再炒炒1分钟,倒入青红椒段,倒入鸡酒大火烧开,手指差不多的时候,倒入青红椒丝,撒入葱段,翻炒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因为在腌制鸡翅的时候,放了蚝油和酱油, 鸡翅已经很入味了,所以后面就不需要放盐了,当然如果鸡口味很重,也可以适当放点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